Hello,大家好,我是小爱,他是健哥 之前我们做过阿卡池空气进化器的视频 合作很愉快 平安方的意外我们试一试它们的取暖器 结果南京今年这天气11月了,还能到20度 我们只好一直等到10月30日大降温的时候 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个视频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阿卡池这种对流式取暖器 取暖效果到底如何呢 那后面时间就交给小爱了 阿卡池对流式取暖器本体看起来体积不小 在使用自带的支架时高度为127厘米 宽度为56.6厘米 除了立式放在地上之外 还给了一个支架用来壁挂使用 和一个地面增强固定支架 不过壁挂和增强固定需要往墙上或地上打螺丝 我们这就不演示了 包装里还给了防尘罩和电源转接线 因为功率比较高 标称达到了3000瓦 机器自带的插头是16A规格的 如果家里没有多余的16A插座 可以用转接线变成10A的常规插头 当然最好还是直接插入16A的插座使用 市面上目前主流的有五大种取暖器类型 小太阳 暖风机 油厅 快热炉和电热膜 一定要算的话还有个空调也是炙热设备 小太阳和暖风机属于局部空间加热 只能放在身边定向使用 离开一段时间后效果就大打折扣 加热效率也不高 暖风机还有噪音和干燥问题 并不适合长时间的全屋加热 油厅的恒温效果好 使用寿命长 但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 升温速度慢 适合长时间使用 这样用电量也会比较高 电热膜的升温效果快 基本开启之后就能感受到 远红外辐射带来的热量 缺点就是使用寿命不长 常年使用后加热效率会下降 空调的制热效果容易受外界温度影响 室外气温过低的时候 效果会大打折扣 而且因为空调一般都放置在顶部 容易出现头热脚冷的情况 快热炉通过电热元件发热 产生空气热对流 升温速度很快 噪音低 部分产品还有一定的防水功能 但全屋加热需要等空气对流后 才能感受到 快热炉的升温速度和加热效果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造型和使用的加热元件 踢脚线和欧式虽然都是快热炉 实际使用的时候 有效加热区域也有较大不同 欧式快热炉比较好做防水 可以居于两用 踢脚线比较节省空间 垂直开孔更容易形成热木帘 安卡之取暖器属于快热炉类别 内部用了两大板表面有 石墨烯涂层的铝散热片 石墨烯可以加大散热效率 更快速的将发热组件上的热量 传导至空气中 属于井上添花的材料 现在市面上有不少CPU风冷 也推出了带有石墨烯涂层的版本 进一步加强棋片和空气之间的热交换能力 取暖器右侧为控制面板 平显显示温度设定和挡位模式 下方是挡位 智能模式 定时睡眠 灌流风机纳米水离子 铜锁和调节按键 均为触模式 联网后所有的设置都能在手机APP内操作 出门在外也可以自由控制 回家前提前开机 开门吉祥暖意 在安全性上 阿卡之取暖器支持青岛断电 覆盖保护和铜锁 机身使用阻燃材料 减少安全隐患 纳米离子功能 可在取暖的同时 起到一定的杀菌作用 根据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有线公司 出具的检测报告 可实现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面 由于正面采用了大面积开孔的设计 除了利用热空气自然对流传递热量外 还能像电热膜取暖器那样 直接通过远红外辐射传递热量 开启取暖机后 正面很快就能感受到温度的上升 全屋均匀升温则还是靠空气对流 受热自然上升 循环室内空气 并在侧面也增加了一个灌流风机 实现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双对流 当然主要还是靠纵向的对流 加快全屋升温速度的同时 能够有效降低加热产生的闷压感 这两天刚好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遇到了强降 南京这边的气温也是从20度骤降到了0度 刚好能让取暖器开始派上用场 我们使用的还是和上次测试空气净化器一样的 48平米测时间 阿卡式取暖器标注的额定功率是3000瓦 适用面积为40平米 我们测时间要比适用面积稍微大一点 测试流程为取暖器开启智能模式 每隔10分钟测量房间内4个角落和中间共5个点 每个点离地80厘米和30厘米的温湿度 这两个高度分别对应桌面高度和腿部高度 用来判断温度在垂直方向上是否均匀 同时记录用电量测试时长2个小时 测试开始前测量了一下室外的初始温湿度 只有5度多 真的是一夜入冻 湿度40.3% 室内5个区域的高低点平均温度为12.9和12.8度 平均湿度32.2%和32.8% 最开始的半个小时温度有明显的提高 平均温度从13度不到上升到了18.1度 平均湿度从32.5%降到了28.5% 这里需要了解一个概念 平时我们测量的湿度是相对湿度 在绝对湿度不变的情况下 相对湿度的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半个小时内的绝对湿度 因为有人在房间内的原因实际上在缓慢的增加 不过反映到实际体感还是以相对湿度为准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的温度变化就不是很明显 平均温度上升了大约0.7度 而湿度却开始慢慢变高了0.6% 应该还是因为有人在房间里的原因 再往后的一个小时温湿度基本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整个房间的发热和散热达到了平衡 此时室内外温差达到了接近14度 从均匀度上看 前半个小时的温度在上升阶段 点语点之间最高有0.9度的温差 而一个小时后房间内温度比较稳定 房间内各个点之间的温差也就比较低了 不会出现冷热不均的情况 用点方面通过计算每10分钟电表读数来计算功率 除了开始的半个小时基本以3000瓦的满公里运行以外 后面时间的平均公里大约在2600瓦左右 两个小时内总计用电量5.41度 毕竟取暖器不像空调那样能够往空气里面搬运热能 在用电量上的确会比开空调要高 但是有些时候室外气温很低 空调外机会频繁的进行除霜 这时候就严重影响了炙热效果 甚至需要内积开启电辅热 这样就发挥不出空调省电的优势 除了空调能够从空气中获得热能外 其他种类的炙热设备都是因为能量守恒定律 发多少热就得用多少电 当房间的发热量和散热量达到平衡的时候 温度就会稳定 所以想要节省用电量 最需要的就是做好房间的保温工作 比如我们这间屋子就得像是反面胶材了 有很大面积的窗户 即使室内气温达到了20度 窗口还是非常的冷 大量的热量就这样被散到了外面 像我们这样从冷开始加热计算的话 电量看上去的确比较大 若是在房间预热好之后长时间的运行 安卡式取暖器会根据室温自动调整功率 这样用电量会下降很多 比如还是这间48平的测试房 温控设置到21度 预热后连续工作6小时的耗电量为9.77度 平均功耗1600瓦 若是在卧室等面积更小一点的地方 长时间使用的话 用电量还会更低 可是我们没有更小的房间来模拟 有些对噪音比较敏感的用户在睡觉时使用取暖器的时候 肯定希望越安静越好 安卡式取暖器在纯发热模式的情况下 开到最大功率 距离一米处测得噪音为33分倍 确实很安静 如果开启侧向的灌流风机 会稍微有点声音到37分倍 睡眠模式启动后会新面面板上大部分的指示灯 进一步降低干扰 在运作的时候 我们也测量了一下取暖器自身各个部位的温度 内部发热片260度很高 正面部分因为和发热源没有直接接触 温度其实并不高 只有40度出头 短时间接触都没有问题 不会出现误触烫伤的情况 当然长时间接触还是不行的 警方低温烫伤 顶部热空气的温度也比较高 能达到90度以上 顶部一定不能覆盖异物 虽然阿卡式取暖器有过热保护 但还是要注意不能覆盖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看了我们的视频 你是会去购买阿卡持取暖器呢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我们别忘了点个小赞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 我们点的动作非常重要 一定要点赞哦 如果想累了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可以给我们微信公众号 长安客CL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让我们放入长安国度数码 或者桃子货本长安客 这里长安客 我是健哥 我是小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